金家伯伯 好久不见了 我们过来看看 妈 我们来看看 果果和晨晨 我看看 这是给晨晨植的毛衣吧 好可爱呢 白白的 干干净净的 我也会 这个我可以来的 没事 妈 您不忙 不忙 妈 你不是来看 果果跟晨晨的吗 这是什么毛衣啊 那 来 我今天不光看晨晨的啊 也是来看果果的 来 晨晨 让我 果果 让我来看看你 气色不错 身体恢复得挺好 真的恢复得不错 妈 晨晨在睡觉呢 阿姨带着 睡觉好 多睡觉好 妈 果果 我和我妈这次来的 是想跟你们商量 让你和晨晨 回去住两天 这不是果果跟晨晨 都出月子了吗 我们就过来 看看果果 看看我大孙子 看完了孩子 是不是也该走了 亲家母 着什么急呀 好不容易来一趟 我把郁健带过来 向果果当面赔礼道歉 妈 道歉的话郁健都说过了 那你不是还没有原谅他吗 你不原谅他 我也不让他回家 行了 你别把皮球往果果那儿踢了 说实话吧 果果在我这儿坐月子 也是考虑到你要照顾你女儿 家里再多一个产妇 多一个新生儿 你忙得过来吗 是 是 是 宝妈 宝宝 醒了 醒了 来 给我 来 宝宝 宝宝没喽 晨晨 宝宝 睡醒了 宝醒了 睡醒了 睡好了呀 果果 能让妈抱抱孩子吗 我没事 好事 我让你还能说 今宝宝 我终于见着活的了 是不是 看看奶奶 奶奶在这儿呢 在这边呢 你还不认识我是不是啊 果果 这眼睛鼻子还是像你 你看我眼睛 又大又黑的 将来肯定大别漂亮 是不是 特别帅 是不是 哦 是的 哦 奶奶 求你呢 你还不认识我 果果 我能不能 单独跟你说两句啊 没啊 接他吧 爱你啊 爱你啊 我的小宝贝啊 对不起 老婆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好 太疼了 那天真的太疼了 我好怕 好怕 我知道 你不知道 那天一直说 让胎儿缺氧必须得剖剖 胎儿缺氧 心上有窒息的风险 要立刻进行克服 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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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没有 咱说 我是一个人 可是你们又都不在我身边 我就只能自己见 我好怕我死在那儿 我好怕不怕 都怪我老婆 都怪我 那 那要不你打我 你那天有多疼 你说打我有多疼好不好 好 来 疼啊 这就疼啊 都是比这疼一万倍 那你就加我一万字 我这次我保证 我 我不敢疼了 我发誓 我还有996次 我不疼 我疼 老婆 你终于笑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老婆 我回家好吗 我不能没有你和晨晨 我还没同意呢 那 我知道 你不愿意回我家 那 那你就让我留下来 让我照顾你们 好吗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我 我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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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我不同意 为什么我每次做做决定 你都要反对啊 带孩子没那么容易 月嫂走了 遇见每天要上班 她能帮上你什么忙啊 她就是忽悠你 爸 谢谢你 你傻孩子 你当时怎么就不打电话给我啊 我以为我自己可以的 可是生孩子太难了 真的是太难了 好了好了 别哭了啊 别哭了 都过来了 应该高兴的 你看 这么可爱的宝宝 应该高兴啊 开心 妈妈给你请了最好的月嫂 等住院回家呀 我们就住到自己的家里面 我再也不会让你吃苦了 昨天月子不能哭 你看你多可爱 你看你多可爱 我们来了三天 等了三天了 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 孩子看一眼果果呀 你还是回去好好照顾 你自己的女儿吧 我外孙和果果 不需要你 妈 妈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那天妍妍在家里割腕 这家里头全乱了 是我忽视了果果 您要打要骂都没问题 我只希望您给我一个机会 跟果果当面说声对不起 总得给我们一个 给孩子赔一道歉的机会 我保证我把果果接回家去 我好好伺候他 照顾他 我拿人头保证 你还不信任我吗 燕子 谁要你的人头啊 果果差点没了命 你知道不知道 要你人头有什么用 你看见了吗 那是我给果果 安排的特序病房 给他请了最好的月嫂 你伺候他 补偿他 你能补偿什么 果果已经想好了 果果已经想好了 出了院回自己家坐月子 就不劳你费心了 妈 王爷 你不要欺识太甚 你当他孙子真强 可以占给己有吗 那是我们家的才一月 你今儿不知道 王爷嫂 没得走 你这么只手画脚的 妈 你少说两句吧 他也太欺负人了 你这件事说到底是咱们理亏 那果果生孩子 鬼门管理走了一遭 那确实是我们家做错了吗 这事如果换成妍妍 您指不定都成什么样了 我成什么样了 我没本事 你有本事 你把老婆孩子进回家劝你 老婆我错了 没什么可解释的 你不原谅我没关系 你得给我个机会认个错吧 老婆你还疼吗 我和妈一起等了三天了 让我们进来看一眼吧 老婆你不让我见晨晨 拍张照片给我看看好不好 老婆你今天信心好点了没 开开恩吧 一分钟也好 老婆睡了吗 这会儿就我一个人 实在太想你了 老婆你不让我见晨晨 好 宝妈 我看见孩子他爸呀 还等在门口呢 这一宿一宿的呀 也真不容易呀 让他起来吧 好好好 我正确去叫他 老婆 老婆 我没吵到你休息吧 你回 你恢复得怎么样了 我没事 看看孩子爸 他真乖啊 他真乖啊 晨晨 爸爸拜托你啊 一定要乖乖地听话 不许闹 让妈妈好好休息 听到了吗 这孩子像我 从小就不闹人 特别爱睡 来 老婆 伤口还疼吗 你回去吧 我要休息了 好 那我先回去了啊 老婆 我能不能拍几张晨晨的照片啊 爸妈到现在 还没见过晨晨呢 那我走了 明天我来接你啊 明天我来接你啊 我走了 我儿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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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哼